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吗 你的心里我琢磨不离 爱上你 保护掉一切是天助力 听爱的声音在风雨中哭泣 忘记那美丽的回忆 爱在我内心深处紧紧密密盘旋 就这样寻回遗忘的感动 雨后的天空 你会出现在哪里 我和你 是谁把最初的约定给忘记 雨后的天空 找回是我的感动 也许你我 总有一天会再次想我 雨后的天空 你会出现在哪里 我和你 是谁把最初的约定给忘记 雨后的天空 找回失落的感动 也许你我 总有一天会再次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海封锁消息 南海封锁消息 你怎么会去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是叶海 现在看上去 真精神 很精神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很多事情 如果有时间的话 咱们聊一聊 我对你 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想请莫博士为大家做一个讲解 到目前为止 失败的经验 江教授 我看不必了吧 我觉得我们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做节目就算了吧 那既然两位今天已经见面了 要么咱们今天就聊了吧 今天很荣幸能够参与进来 总之 为了一个目的 找到新能源 合理开采 造福子孙 江教授 我作为波赛东实验的负责人 我觉得我们的实验 现在一切运行的都很正常 所以 不用江教授那么操心了 莫博士不要急着拒绝我 等我们聊完之后 你再做决定 江教授 您刚才说关于岛的事情 我有一些问题没弄明白 小姑娘 你想问什么 这只能穿这么漂亮 陪我去买东西吧 不 他们说什么也听不懂 这个江植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和电视里也不一样 你也觉得它奇怪 他目标很明确 不过你刚才那么快 把我拉出去干什么呀 你觉得他们会把岛借给他们吗 你也觉得 他们在商量借岛的事 不然呢 走吧 带我潜水去 不是 什么时候了还潜水 我还要回去实验室做预案呢 预案 嗯 那你不陪我了 我又说我要陪你吗 好 江教授 今天在这里我就有话直说了吧 这次我去南海勘探 和你大动干戈地回来 应该不是巧合吧 好了好了 大家也不要再兜圈子了 嗯 我希望啊 不 我爸希望 希望江教授可以加入我们这次的波赛东实验 之前就想跟莫博士提了 既然两个人已经见面 我觉得当面聊更加合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林总 你就先回避一下吧 这只是见个面 后边 你怎么了 莫 莫博士 我送莫博士去医院 我去送吧 务必请医生好好检查 可能最近太累了 对了 江教授 听你刚才的意思 你应该不是这座岛的所有人吧 告辞 走吧 喂 如果你再不接电话 我就直接杀到我跟那儿要人了 老板 叶总这边恐怕执意要海岛的开发权 并且称这是制衡林家目前最有力的筹码 一边制衡林华音 一边让林华音给我透露消息 哦 林小姐估计还不知道这边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叶家已经狼狈到这种 第一步了 也许这边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惊奇利益 叶总 不好意思 没关系啊 如果你真的碰到什么难处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关于岛的事我可以直接跟他说 老板 刮了 阿阳长的那个人是谁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C博士口中 当年发现海星期的三人之一 不过这个人讲话三万五道的 听着我头都快大了 那开发岛屿是什么意思 让我想想怎么跟你说啊 就是 把你的虾兵蟹匠 穿在一起摆一个烧烤摊 然后高喊着感谢海皇大人的馈赠 接着期盼下一次的送货时间 愚蠢 我告诉你啊 后面可能又是一个大的烂摊子 也不用气成这样吧 刚才那个情况 是挺让人激动的 只是个提议而已 只是个提议而已 凌华英 叶天都已经出面了 还只是一个提议而已吗 即使你找到了海星期 但是也需要漫长的开采过程 他很有经验的 也许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呢 你真的觉得他是在帮我们吗 我就这么一说 我真的是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知道南海一号遗器 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呢 林华英想让他加入 肯定会告诉他的 怎么 欢迎我 没有 怎么会 你觉不觉得 我们之间 开始有距离了 是你故意让莫良去南海的吧 是你故意让莫良去南海的吧 你在利用莫良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 下车 到了 好了 谢谢啊 来 谢谢啊 来 啊 我都在这儿取吗 是的 等等 这个我自己取就好了 没事 还是我去吧 你流了那么多血 会头晕的 没事了 那我去取单子 你等我一下吧 那我去取单子 你等我一下吧 喂 莫良哥 喂 菲亚 喂 我问你啊 你爸爸回来了吗 没有啊 还有一周的样子吧 怎么 你见到他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影 好像很像他 可能是我看走眼了吧 应该是很久没见面想念他了 怎么样 那你妈妈也演出回来了 回来了 不 对了 那个我生病的事你别告诉她 不然到时候她又要说我说不完 然后要我回家什么的 好了 放心吧 不过你真的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 要是以后你再出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要亲自领你回去了 说到了 对了 你见到陆婷了吗 你要好好完成你的工程安全预案 知不知道 是的 好吧 那就这样 老板 我必须跟你坦白 不用解释了 我知道 找我哥去了吧 我哥劝人的手段我还是了解的 他还是想要那座岛 这来不及了 我去了江支的展 看到那座岛 非常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啊 看来江支当年没有成功开采过那里 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这次想借助实验室杀一个灰马枪 非常有韧劲 但 叶总那边怎么知道的 他一直管理着汉海 而且我哥他一定知道 我爷爷之前发现过能源的事情 上一次去到办公室 我就看见他桌上有一张地图 圈了一片南海 估计这次 他是想改变韩海 董事会会支持他的 知道呀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父母的遇难有关 那我一定会 老板 你现在还不是正式的董事长吗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太可恨了 我联系C博士了 他没有回复我 徐虎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 那我立刻去洗澡吧 你说怎么 说不见就不见 那实验室那边我怎么回复 这我跟安飞才刚和好 还没热乎呢 安飞 墨博士打电话来说 岛的业主啊终于肯见面了 太不容易了 怪不得他让我赶紧准备预案数据呢 我帮你一起弄吧 剩下的就交给墨博士 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来 这个 来 等我了 是啊 短信发到一半就不回了 我还能怎么办 实验室最近比较忙 回来晚了 我想你了 实验室是这么忙 我明天要见僵职了 怎么 墨兰同意他合作了 不是 就是谈借岛的事情 他同意谈了 你呢 爷爷留给我的岛 明天我也要谈了 那祝你顺利 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干吗约我呀 我忽然说好听话 你就不同意了呗 没有 就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这样 一起回来了 家里有老人呢 嗯 屋顶是爬不了了 要不我们找别的地方看星星 好啊 趁你今天这么漂亮 我们就一起庆祝一下 一起回来的日子 什么意思今天漂亮 你看啊 这裙子 这搭配 这香料 那要去哪儿 只要跟您在一起 去哪儿都行 不怕天空忽然暖静 不怕你的过冷静 只怕和你难以靠近 很珍惜 下雨了又下雨了 你白白站在原地 好看吗 好看吗 含着泪滴 你心灰在哪里 三个决意的过去 想陪你去忘记 是我默默陷入深海里 来 靠过来 怎么变成你靠我了 让我靠一会儿 你说 这一走 再回来咱俩见面的时候 不会又开始吵吧 嗯 嗯 我觉得最近 不走没运了 我猴骨衩还穿着呢 你答应我 不再为了小事 为了莫良吵架 我已经说很多遍了 我呢 好不容易搞定了莫菲 这样靠着 真好 嗯 你能让时间 停在这一刻吗 如果说我有办法 你信吗 哼 你一里科生跟我玩时间简史啊 我就问你信不信 来吧 我看你怎么沉 你还在站在原地 笑眼里 喊着泪泥 你心灰在哪里 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变慢 都是慢动作 那我也会 想你一句忘记 是我默默寻入深海里 你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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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看你 快醒醒 我再撑点就看到你 今天住店不会有好运 开什么玩笑 今天还有重要事情呢 你说咱俩 昨天怎么亲人亲人睡着了呢 什么什么 赶紧起床 走吧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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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孟良哥 我在提示场 我现在马上上来 孟良带了 好 再见 叶主没到你急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没到呢 反正谈完再见啊 祝你顺利 顺利不了 反正就加油 我也估计我逃不了 我送你上去吧 你不急就走吗 来得及 找到组织了 你回去吧 晚上见 这家伙怎么还不走呢 走吧 我送你过去 沐博士 柳博士 莫菲菲 叶董 叶董 菲菲 怎么样 医院准备好了吗 叶卿生 里面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叶先生 走吧 我们一起回实验室吧 知道 我代表实验在若方穆森集团和叶先生一谈 姜教授 你好 你们请 这位小姐想进来旁听吗 我们单独聊一会儿 好的 这个时间估计已经谈完了 我怎么估计才刚开始呢 小叶董会和姜教授谈吗 依她的性格 恐怕和莫良他们没什么区别 她一直在查的东西 我现在送在她面前 她一定不会放过的 只怕姜教授代表的是林小姐那边 好啊 不会站在任何一边呢 阿明 姜植 我见到了姜植 是不是 是不是差点有被她洗脑呀 我一直以为能源岛是第二个看次点 难道不是吗 我当时认为是她的 后来你说能源岛的时候 我也相信是她的了 我真的这么天真 等等 有一个是叶老爷子 那这座岛不会是 叶海现在和他在会议室里谈 五分钟前还拒绝了莫良哥 我的天啊 他竟然瞒我瞒到现在 你们俩现在最好不要在一起 不管你现在对莫良怎么样 你在实验室一天 就必须得跟叶海对着干 我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在一起了 我的天啊 您这是 人老了 很可怜的 不过我肯定挺有干劲的 身体都这样了还要完成实验 你别绕圈子了 应该知道你爷爷和我当年的故事 看样子我猜对了 人老了 总要弥补以前的遗憾 你恨她吗 嗯 比如说啊 恨她当年没有继续实验 全力返航 恨到想要报复她 报复她的家人 这怎么可能呢 我当时很理解她 那如果我也做了跟我爷爷当年一样的决定 那我只有再继续等 只等到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继续这个实验 你也不能从中活里你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只是完成当年没有做完的实验 也是我们这些科学人员的愿望 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 舍不得我那些无辜的鱼和虾 什么 不知道这样拒绝街头的理由 够不够 这次的探测范围 你定在了多少 主动探测在四十海里以上 被动探测 因为取决于环境的噪音 所以很难说 低于海洋背景深的 也就二十海里不到 那我还先要确定一下下面的迹象才行 如果确定了 还是夜海那个岛下面有呢 那就有呗 我们不能再因为夜海拖延实验的进度了 反正除了海氢气 我们还有其他气体能源可以进行实验 不行 我的意思是 那样会很浪费时间的 刘兰 你到底是想研究海氢气 还是穆森让你跟江志 一定要去找到海氢气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真的 我不想因为以前一个实验的失败 你就一直陷在里面 还极力去隐藏什么 我除了不想让你再提起我以前实验的失败 其他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 其他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 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你爷爷为什么提出不开采了 就是缺少了技术这一环 其中真美你可以问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真不巧您回来之后 刚好他就失踪了 从那之后 我们彼此再没有联系 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你刚刚不是说要跟我聊一聊过去的事情吗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提出开采 但是被别人反驳了 我就等了十年 仅此而已 那您之前说的海盗 跟这个能云实验还有我父母当年的海难 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因为 乖 明珠 来 请帮她一下 菲菲 你在这儿干嘛呢 菲菲 你在这儿干嘛呢 走吧 好了 别太难过了 可心点吧 怎么还那么平静 我现在已经决定要调整两个仪器的位置了 不过还要回去进一步地确认一下 再看下一步怎么走 果然厉害的人还是有厉害的办法 对了 你怎么会跟一海一起来的 我 我们 算了 没事 我们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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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 跟病点 Ministry на封 da 好多 你倆商一件事吧 milkshake 顺盗 怎么 旻行 显 admired 站一阵去 行 我没有真的要跟你闯国家 我 我的意思是 不要一生气就不见 不要一想到莫良就离开我 不要想你 更不要让我看到暴风雨 知道了 我的眼神大爱 想千年寂寞 我还在月下灯口 虔诚的 你温柔 亲吻刻在你额头 一望无尽的沙漠 还以为是你经过 被遗落 凡事中 虔诚往事如错 留我在云海漂泊 你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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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看你今天应该很累了吧 借个肩膀给你靠一下 你依旧 在心中 一处日落 愿又沉白隐落 别说不懂 到了 走了 飞飞 你给我等着 爱难享受 只想要牵你的手 好了 别难过了 世界那么大 还精气 又不只是分布在那座岛上 我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巧而已 当我看到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我就猜到有这样的结果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昨天他和我说的太多话了 全是今天的铺垫 我一直以为僵职才是专门跑回来谈判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昨天就见面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离得太近 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真是没想到叶海 会成为实验进行下去 最难过的一个坎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好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你想啊 如果现在那两个勘探点 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跟他们接到 我想叶海 也不会是那种一时兴起 说要见面 又要当面聚聚的人 我觉得这中间 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怎么 你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慕斯那边他们会怎么做 毕竟林华一是想利用我们的实验 继续下面的技术应用 其实现在不管叶海同不同意 我这边都不太可能 现在有太多东西都还在研发阶段呢 还没有准备好 千万不能操制过急 如果柳博士 妥协进行全面开采 她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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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不得解采 她不会的 这么大呢 她会不会的 然后 开始做她 给你那个 摩擦水 男人 自在色方 女人 你是过来安慰我的 我跟你说 只要他在这个实验室一天 你们俩就 就没有办法避免立场不同你知道吧 再或者说只要是莫良在 那他肯定选择那边 你开始关心起我感情生活了 改做余计了 安慰有个朋友可以稀少给你们认识一下 来吧你给我看看你的那个成果 姜之做了这么多 就是想逼我出来 他如愿以偿了 我也明确的拒绝了他 姜之上次的展你也在吧 那个岛初步探测的数据 跟柳兰三年前参考的数据 基本一纸 是 那他跟姜之 就一定是有联系的 一个是十三年前停止 一个是三年前 失败了 然后两个人又都走到这儿了 最后这么选 看你的吧 我走了 我走了 沐梁哥 嗯 我问你一件事 你之前是不是知道 叶主是叶海 我只知道一直以来 都是柳兰和林华英 跟那边的代表做接洽 他们好像之前被拒绝过 后来又约着见面 然后又被拒绝了 就是因为柳博士知道是叶海 才让我过来帮你们的 就是希望我可以说服叶海 其实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和叶海好好地相处呢 每一次想好好地相处 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感觉上辈子是个死对头一样 就相比今天这件事 我感觉我又不能践踏了 好了 你别想 你别想太多了 脑子想太多 会得病动 老板 把车给我开回去 那 那你怎么办 我要去那座岛 把船也给我备好 岛 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去干嘛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另外我哥那边 可以直接回去了 好 我知道 但恐怕后面不会就此罢休啊 当然啊 江池那边 他一定知道我父母的事情 再给我一点时间 上次跟他聊到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突然就谈了 那老板你接下来还要和他们僵持啊 据我所知 江池是林小姐父亲找来的 所以从林小姐那边是找不出信息的 提醒你注意一个人 柳南 你微笑是独有的温暖 我不自觉想靠近一点 想要你的双眼 只有我身影浮现 想每一次做梦 默色的天空 不再隐瞒 还是我一直不够了解 好多的话想要你听见 在阳光海风下 我们终于再见面 心从此被填满 这次的爱 会不顾一切 不顾一切 我千年她等待 只想要你回来 不再半夜醒来 不再面对 不顾一切的大海 爱 我们再重来 不去记忆留白 阳光每天都在 我终于找回 我终于找回 我们遗世的爱 我们太久的等待 只想要你回来 不再随意掩盖 不许等待 不许可否 我们再重来 不许可否 不许可否 不再遗开 不许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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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面朝大海 我愛你